您有没有最得意的作品 有 什么作品啊 我今天展示这个 就是非常得意的作品 这个刮灯呢 还有一点故事 我是 我老家是黑龙江的 我是04年 我来到三冬青岛的 我应聘的 在酒店里应聘的 就是食品雕刻石 我是8月27号到的青岛 然后下了火车以后呢 当时我姐在这边上大学 我问我姐 我说哪个酒店最大 她说 告诉我哪个哪 一个三星一个四星 后来我就到那个四星 我去竞辟 在里面就是 谈了一谈 她说那你买点 提点原料 每天你来试一下的 这个手艺怎么样 然后第二天 我要完原料 第二天我就去了 我刚叼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 平时练基本功 练那个 那个一朵月剧花 还有一个 简单的孔雀迎宾 就是小型的 练了两个 那个厨师上来说 说你不用叼了月师吧 我一心 这是不是水平不行 不用了 然后说你直接来办公室 填表入职吧 证明我的水平还可以 到了06年以后呢 青岛市碰人大赛 我叼的参加比赛 我第一次获奖的作品呢 就是 《孔雀迎宾刮灯》 但是没有这么大 没有这两边的吊灯 在2000多万名厨师里面 选拔13名厨师 代表在中国 去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 去表演的中国的厨艺 十三名厨师里面呢 就我一名是 唯一的一名是做果树雕刻的 然后到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呢 现场为全世界200多个国家 400多位各国的使节 现场表演的中国的烹饪绝技 您当时是雕的什么呀 也是这个吗 就《孔雀迎宾刮灯》 当时还没这个壮观 当时是两成的 然后两边配着孔雀 就我们今天现场的企业家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的待遇 比当年那几百位使节还要高 谢谢您的用心啊 真棒 当时交课完了以后呢 受到了好潮如瓶的高度赞誉 我注意到您的这件衣服 这个 岳震东十一工作室 写的是岳震东十一工作室 现在工作室规模是多大 规模现在四百多平方 多少人呢 四十人左右 方便跟我们透露一下 您现在年营业额是大概多少 年营业额大约是六十万左右 六十万左右不错 您现在在中国果输雕刻界的 行业地位怎么样 这个咱就不谦虚 必须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在现在呢 就是我去过代表人中国 去过两次联合国 一三年和一七年 期间一三年 是被联合国Mira亲切地接见 然后一四年又去到 印度和迪拜表演 一六年去到欧洲 意大利等国家去表演 然后被行业授予 果树雕树王 雕树王 然后也是咱 联合国食品雕刻的 推广实则 哇 实定实定 谢谢大家 谢谢 Para